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他给我们很多很好的福利 那这是在外面看不到的 印象比较深刻 我就连面膜啊 然后水果也收到好多次 这么用心的老板 我们很幸福 然后刚刚进来的时候公司部门也不多 然后要做的事情都要自己做 然后也要学 后来发现公司这样也是有很多的机会发展 然后一待就待了15年 也没有想过来离开 而且我们的主管也都是很好的人 所以这是让我们可以继续留下来的一个动力 这样子 我觉得就是参与公司的成长嘛 我记得我刚来的时候啊 就是负责的产品 大概只要五六平的空间而已 到现在我们成长到两三百平了 还不够用 这中间我们经历了四次的建厂搬家 所以我觉得是蛮特别的经验 刚进来不久有做第一个SATA SSD 只有两个人负责 那当时蛮辛苦的 因为一个人要从验证电路图 那找零件厂商焊接 再来相容性测试等 都一条龙自己做 几年前公司刚开始成立那个NAM Team 有要把一个NAM DPS 的技术 导入到氛围里面去 那时候大家就是一起把这个功能做进去 然后一起把问题解决 那个团队的气氛很好 我喜欢这样的气氛 刚进来公司 就是不久之后就跟同学吧合作 发现跟日本合作 日本的做事态度就很认真 就互相学习 然后改进我们的产品 让我们产品越来越好 大约在2015年的时候 业务这边接到一个很大的订单 那它的订单是超乎平常的三倍左右 这样子 那因为这个案子又是新的家庭产 加上某一个制程是新的 整个团队日以继夜的在push这个案子 这样子 那当然在最后的时候 我们都有达到业务的出货目标 后来业务的主管还因此而办了一个 那个庆功宴 大家一起吃个饭聚个餐这样子 很温暖 那记得当时刚来群演不久 在外面晚餐的时候 那遇到潘舌 那他就问我 有没有钱寄回家 那我当时就说没有 那隔天才快步了同仁 一支了一个月的薪资给我 叫我寄钱回家 当时让我蛮感动的 这样把员工当家人的老板 你能不跟吗 因为工作稳定 然后就让我们安静的可以照顾家庭 这中间我们经历过了 像08年的金融海啸 或是像最近这种肺炎殷勤 但是不管外面的景气好坏 大老板总是会想办法 让我们有稳定的工作和收入 当然也是要感谢 那个所有同事们 这么多年的坚持和努力 才让我们去年一直这么有竞争力 还这么稳定 小时候我收过很多人的帮助 那现在公司也让我有这个能力 能力照顾 帮助回归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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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归 我觉得群联是个很棒很有活力 也可以很团结的公司 谢谢老板 谢谢群联 然后祝群联20周年 甚至快乐 希望未来还有更多20岁 我会继续为你奋斗 我会继续为你奋斗 我会继续为你奋斗